介紹帶您看 加拿大位在多倫多的國家電視塔 昨天直接被雷劈中 有目擊民眾拍下了這段罕見的畫面 另外美國的龍捲風一直停不下來 密蘇里州昨天又有五人死亡 近百棟房屋被摧毀 閃電直接擊中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之後伴隨巨大的轟隆聲 根據加拿大媒體指出 安大略與魁北克地區 在當地時間五號凌晨發生雷擊電波塔意外 當時這兩個地區正受到雷雨襲擊 天災造成八十萬人受到停電影響 拍下這段罕見畫面的網友則稱 在雷擊之後 它的麥克風和電視都無法運作 畫面轉到美國 密蘇里州東南部的玻林捷峻 當地時間五號凌晨三點半左右 遭到龍捲風襲擊 風速達到每小時兩百二十八公里 破壞力之大 可看到被龍捲風橫掃之處 全都殘破不堪 屋頂被掀開 房子東倒西歪 四處可見 被連根拔起的樹木 這場災害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八十七棟建築物受損 其中十二棟完全被摧毀 另外在愛荷華州星期二有民眾拍下龍捲風襲擊的瞬間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中部級南部地區 過去兩周發生多起龍捲風 暴風雪 冰雹傾襲事件 已造成至少五十八人死亡 而同一個風暴系統將繼續肆虐周遭地區 影響範圍從德州至紐約 預估將有五千萬人受影響 公視新聞 張玉萍編譯